每股主要指数上周五下跌,打破连续7周的涨幅,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于0.5%,创了1月初以来最大单周百分比跌幅。 此外,投资人普遍预期,央行将在本周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稳定。 各股方面,Adobe的股价下跌于13%,公司预测第二季营收将低于预期,因为市场竞争激烈,以及人工智慧整合摄影、插画和影片的领域需求疲软。 接下来看到焦点各股,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。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,以及近期汇率利率。 来到台股盘市,加全金热量缩,但收盘后站上周线,盘面成了整理形态,要留意3月7号的跳空缺口有没有回步。 贵买今日也亮缩上涨,直接站上了周月线,可观察后续周线与月线是否死亡交叉。 puts ratio为127.9,选择全位平仓19700puts增加4252口,最大位平仓为19600puts。 而20100口增加4447口,同时为最大位平仓,最大变动为19700-20100。 红海今日在创进其新高,可以看到最近筹码,主力连续买入,散户连续卖出,均线转多头排列。 红海明显邻居目前盘面,但投资人要留意是否追高哦。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,我们明天见,拜拜。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,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。